生活態度就在這裡 你們現在聽的是 我是陳淑莊 花生當飯吃 我們最積極 你聽的是 香港花生 我是卓佳佳 Hello 力撐本地足球 放眼世界球壇 九十分鐘絕無冷場 不是進攻足球 亦不是防守足球 我們是花生足球 大家好 晚上好 來到今個星期的花生足球 為何開場白不同了 只有我的聲音 不用怕 只有我一個 我們有幾個朋友在這裡 首先 Jordan Yim Hello 大家好 足球解讀 好 還有 你那個節目還在這裡 廣播 現在先來廣播 遲些分 廣播 還有 永遠榮譽永遠 嘉賓此詞主持嘉賓 古基 又是你 今天的陣容真的很鼎盛 雖然今天Roger有些事 沒問題 有些事要讀一讀的 我們先讀了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香港花生 香港penis.com 或者我們需要資金的資助 如果大家想捐獻一下我們 可以去匯豐銀行 號碼是023 280 233 838 再同一次 023 280 不要再動 我看不到 233 838 不動好地地 對 不動好地地 當然如果想大家學一下推麥克風 或者怎樣也好 可以聯絡一下我們 我們要招募推麥克風的移工 說完這些已經去說話了 還有還沒說 訂閱我們在Facebook那邊的Page 香港penis.com 花生足球 好了 今天 開始有什麼好說的 有哪些歐洲球要說說呢 想給我們哪一場 我上得來的 當然要講一下李記 不多不少都要講的 李記很厲害 拿到聯賽部騎賽資格 我有點失望的 搞到12萬 沒關係 我預期是希望這場球轟烈一點 5比4 李記就入決賽 我必然的預期願都是這樣 但最重要的是我希望那邊是愛華頓可以入到的 因為如果愛華頓可以入到 麥犀塞特擺給人來了 第一 第二 其實也是益了大會 益了雙方的球隊 因為我之前也有留意一下門票的問題 長球很有趣 現在利物浦和曼城入了決賽 門眷球飛 即決賽溫布萊的球飛 比利物浦對愛華頓的便宜 嘩 反過來 很有趣的 論排名 論氣碼 當然是現在強一點 但問題是他們兩隊 如果打鼻認識進去 門票是貴一點的 這不是他們踢那場球 那時候賣的 是預售已經說明 他們在四強的時候開始預售 即是最便宜的 但是他們不是的 他們特別是說如果和利物浦就貴一點 你真的解釋不到 不解釋到 都是那張椅子來的 那不同 起碼多了一個打鼻競爭勝 有沒有三十年沒有打 我記得他們兩個的決賽打鼻應該是竹頌輩 八五年的竹頌輩 就是加時反勝三比二的利物浦 老鼠那年代 安德烈正恩老鼠 我也是知道 好像是老鼠 如果沒有記錯 這些太久的歷史要想一想 當然我說的失望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覺得如果進入決賽的時候 利物浦對愛華頓 利物浦的機會是先一點的 要點一寸高一點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雖然今季的季初的時候 那一場應該有很多座客 利記座客去曼城 就贏了他三球 說真的 其實是令到這一場決賽 雖然有一段時間還沒決賽 但好像已經要說好了 決賽是令到利記更難打 因為他試過哪個東西 你看得到 盧帕古 不是呀 輝明露和那兩兄弟 同合古天奧 兩個在這裡就可以玩你四五個人 他們兩個在這裡玩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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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你四五個人 即是他們知道你的突擊強處的時候 他們再來對的時候 這些犯錯是不會再有的 就很簡單 這樣就越來越難打了 我們都會覺得 因為我們都說很多愛華頓 你知道Roger有半過愛華頓 都知道愛華頓那種 不過現在輸了給曼城就沒得說了 不曼城認得很清楚你內心的 昨晚那場球我看到 你也知道用意志力看 完全意志力的兩場都是 看到那場重意志力 那場我由梳化看到回到床上 因為沒辦法太眼睡太累了 即是硬撐住他 但昨晚那場球 就是當愛華頓入了第一球之後 我就舉了手 當然我看回精華 即是這個時候沒有飛 即是看回精華的 但問題就是 我打算沒有掉拖了 你二比一入多球 安全 應該有很大機會 因為入了巴克里的球 那個球也寫得很漂亮 而帶兩球 我相信應該都 安全 估不到 但因為追回那球也很快 因為24分鐘已經追回了 慢慢地下半場就被人 Bling Blom 不過中間的過程中 也看到那個肉 不是一面倒的 下半場也不是一面倒 只是這個就是關於級數 級數就是把握能力 或者球員的質素 已經是高了你 奧華頓一班 我肯定的 平均球員都一定是高了 平均計量 還有在開球的下半段 因為他簡直是 一半場回來 沒多久15分鐘 看到不對勁的時候 他就已經把耶托尼收走 因為他已經知道 其實奧華頓是帶著 就算被他追回一球的時候 領先一球的時候 整個中場我都給你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就把耶托尼換走了 換回奔迪娜 今年新簽回來 那個右中場那個 一進來 66分鐘進來之後 接著70分鐘就入球了 Kalvin 還是賓尼 賓尼 我覺得這些也看到領隊的功力 我剛才看到領隊的功力 他已經知道 你都放棄中場了 我不用擺兩個防守中場 我留一個 弊蘭迪娜在這裏就OK了 因為第一球球 弊蘭迪娜進去 他一個做掃蕩就行了 因為他們是搶 基本上都是打反擊的 都是玩鬥走的 如果失去控球拳的時候 他不需要有那麼多中場 他就換走 再換回奔迪回來 一換了就立即 就有看到效果 所以80分鐘就縮回 縮回奔迪娜 用 即是穿不太難度 換走 戴維斯娃 再應變回 防回那個位置 不過當然進入那個球 大家都在這裏 今天都不斷地在這裏 討論那個球 我自己看 第一次看那個 Live的時候 看那個精華的時候 我都感覺那個球 在正常鏡頭的時候 都感覺它是出界的 但是看回他們的定鏡 慢鏡 超 春鏡 持住數碼 這個時候就看到那個球 我自己的感覺 是未100%出界的 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Stirling剛剛下去的那一邊 就是 軟邊 左邊 即是螢光幕的左邊 即是進攻的左邊 萬城進攻的左邊 不是 是萬城進攻左邊 沒錯 總之就是電視 最簡單的說 電視屏幕的左邊 這樣就最簡單 但是通常的旁證 就是在右邊 在頂部 對 在頂部 在右邊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個球 它是很難看得到 究竟出了界面 因為有人 有門柱 有人又柱 有龍門 有網狗 有幾樣東西遮蓋著 所以亦都沒得說 這些人說 有時候有運 這樣被他追回2比1之後 當然他一定是在山泰 萬城 然後也是按住抽 當然中間裡面也有些機會 但也沒辦法 沒辦法了 隱憾 因為 77分鐘 阿鼓勒的球 他真的調動那個位置 我覺得他真的會縮起來 他真的怕什麼人反擊 我相信萬城都 他寧願收拾達麗絲滑回來 這是他們一個很明智的做法 我一向都不會懷疑 帕拉堅尼的遣兵吊仗的能力 只不過就是 他的球員 我由始至終都覺得萬城這隊球員 全部都是老江湖 我覺得他們全部的球員都是跑慣江湖的 他們很懂得知道自己應該在什麼時候 在什麼時候我就要做什麼 就是要拼命 有什麼時候我可以放棄 或者怎樣可以保留住 特別今年我看到有很多球員 特別是英國的球員 如果你留意一下英超裡面 英國的球員 很多人在等待一些東西 你只是曼城這隊球員 不只是曼城 是整個英超裡面 英格蘭的球員 特別是有機會入選國家隊的那些球員 全部現在都還沒走出來 不要讓我猜中 在二三月都走出來 2016歐洲國家盃 因為在歐洲國家盃之前 他要展示給領隊看 他就走出來 之前那些他不跟你打拼 很明顯你看到 譬如曼聯 曼聯裡面有很多球員 他都佈傷 他佈傷裡面包括有 Woods Shaw Saw II 他全部都有 我真的不太相信 除非他真的傷到不能打拼 如果他已經是在康復中 他一定是調教那些時間 在二三月他就走出來打拼 或者經理人都要求 領隊要給他機會出來打拼 因為如果不是 他不能入到國家隊 罪問呢 三月就要打拼 打到四月給他見 即是三月至四月你打拼 他才有機會選你 在六七月進去打拼 這是最後機會來的 但是過早的時候 特別今年曼聯風風雨雨 如果我是球員的 我寧願是有傷的 我也去救他才出來跟你打拼 再或者領隊也不是本土領隊 即是有很多這樣的情況 情況也是好像使道力志那些 我告訴你 現在他的腳行得爆的 他是等三月 他最好希望 我告訴你 他自己可能的計劃 最好是二月的時候 他就出來踢 出來走 走到 然後踢聯賽杯決賽的時候 他就走出來做英雄 然後他就自然進入選國家隊 當然這些是不是他們自己個人的心計 還是他們的經理人幫他們思考這些東西 很大部份的情況 我看得到都是經理人的機會比較高 特別是他如果對球的人 人事方面不是那麼穩定的時候 就更加多這些東西 我們看了很多年都是這樣 逢真大賽世界盃 歐洲盃 就個個都會這樣保持住 所以變成 曼城這對球也會有一些這樣的情況 不過我相信他這個情況 就沒有那麼嚴重 因為他那群人全部要拿的 Trophy 很多分章都拿過了 他們就沒有那麼嚴重 反而有些在邊緣 五球那些情況 不如說說你這一隊先吧 你麥浦 不中柱的話就中了招了 是不是人家 始終成不中柱 我自己總覺得 其實也不只是說一場球 如果我要說 說完聯賽 對 因為這兩場球 我相信 好話不要聽 就是打到爆了 你之前那場 我相信不是喜歡 利記的人看完那場 對駱蠍治那場 我相信都瘋了 想一下 我這麼不喜歡利物譜 我都沒有罵到 是不是 這場球 其實 為什麼會做到 不要說聯賽背線 你說剛剛那場 利記對駱蠍治那場 很簡單而已 你看到為什麼會踢到5比4呢 其實重點是一件事 當然利記的後防 大家都很明顯地知道 他裡面的漏洞是什麼 我一直講到口臭 你沒有辦法 說真的一件事 你沒有辦法要求 高露托尼 可以走得贏 走得贏前鋒的 沒得過得的 因為他基本上是背著幾噸 在身上來跑的 他加重點是40磅的 不過又分開來說 有一個好處就是 他是有補到沙谷的不足 因為有什麼不足呢 就是因為很大的問題 就是當他跟未受傷的時候 的魯虎蘭一起出的時候 兩個都是比較速度型的 很多時候 兩個都齊齊 很多時候 齊齊就會去飆 這個是我看得到 他後防他們兩個出 雖然不是出了很多場 但是看到他們的漏洞 就是當別人的前鋒 一拿球的時候 兩個都習慣了 因為他們兩個都不是延遲後衛 我們什麼叫延遲後衛 就是他未必可以叫他清道夫 但是通常一對中堅 教練都會吩咐了 其中一位就做延遲後衛 延遲後衛的意思就是 一個去飆 一個去包 一個向前走 一個向後走 利用到防守心度 起碼兩邊的距離 有保隔時間 兩個都習慣了 所以人家一上腳的時候 兩個肩膀已經動了 衝了前 這樣的時間 當那個進攻球員 一轉到方向 或者他一改變方向的時候 第一時間改變方向的時候 糟了 他兩個都已經 脫了方向 所謂出了腳 或者肩膀和重心已經去了 去了控球者 變成沒有控球走進來的 他一比 肯定是追不到的 還要兩個都不是快那隻 沙高那些是衰衝動的 所以變成 在這樣的情況下 有時候高努托尼 因為知道自己很慢 他是阿當斯那隻 他站的位置非常漂亮 真的很難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他有另一個好處 就是當他上腳拿著那個球的時候 他很穩定 因為他在阿仙奴已經是打防守中場 習慣了這個位置 他的控球力 控球和越讀球賽的能力 是比起一般的中堅後圍會強 還有淡定很多 但是有時候太穩定了 就是因為那個球在他的腳中間的時候 很糟糕了 給老鼠一捐 他一轉不轉身 就被人家搶掉 還有有時候很有趣的 他因為這個位置這樣 他很信任這個位置 因此他永遠 有時候的球員不太好球 但是夠快就不會讓人有後髮才智的問題 現在很明顯就是他經常會甩下後髮才智 也是周聯說得對的 他位置一流 但問題就是那些所謂 真的那個球不是倒側一點點的那些 那他沒辦法的 如果這樣算 這樣算就有時間算 但重點就是基本上他都有這個毛病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覺得高普有一個問題就是 他現在擺出來的後防線 是非常有侵略性的 是侵略別人 重點就是因為他擺那四個出來 他好像對內住那場球 他擺在摩蘭奴 踢左閘 右邊擺在佳尼 再加上中間那一隊 如果那個不是高尼 之前那幾場球是路虎蘭 即他還沒受傷之前的 這四個活力充沛 全部都是那些好公無縣 全部喜歡攻的 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因為這兩隻閘已經不是閘 在利物浦的進攻模式裏面 他們這兩隻閘基本上已經是右中場 即是叫做逆的 周時在底線上出波 在別人的禁區邊就多於自己的禁區邊 不是在別人的禁區邊就多於自己的禁區 是 簡直是看到這樣的 但我覺得你不要 不好意思打斷你補充 再說這兩句 重點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他們一上了的時候 如果那個球在中間的運行 傳球傳球的時候 沒有斷攬 事情就沒有那麼嚴重的 現在就經常中間裡面有一種virus在 那種virus就是安妮檢 一安妮檢搶球就沒得彈 但是你給他一個球之後 這些球員就是 我們那些類型就是 不要給他時間的球員 即是他拿著那個球 你不能搶 然後他搶完之後交給別人的 迫觀 你想他爆贏 他在中場想推過他 非常之難 但是時間太多了 就是讓他拿著那個球 你就死了 他拿著那個球之後 他就去做很多 他自己不擅長做的事情 先拖慢轉數 即是吸來吸去 扣來扣去 在中場有得比不比 扣過別人 做很多這些很無謂的工作 因為他時間多了 自己做炸彈給自己 是的 還有一個問題 他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他上球的時候 是OK的 即是球不在他的腳的時候 他上去幫球是OK的 但是球在他的腳的時候 就是最糟糕的 因為他交球不准的 即是給球的赤圈 基本上那些叫做十碼以外 就穩陣 十一碼都害怕的 他帶著那個球 他周時會給斷球的 他拿著那個球 如果跟別人的球 他六四的 他會因為是自己的 即是玩多了 即是吸多了 玩多了 即是給予別人 最慘的那些就不是 不是Anderson和 盧爾斯 即是不是中場那兩個 不是盧卡斯利華和 盧爾斯 最慘的就是對閘 因為最慘的 你中場一上球 他就要上去幫忙 因為他已經上來了 他去了一半 去到一半就糟糕了 斷了他又走回頭 這樣來來回回之下 就會出現了另外一個情況 就是很多時候 就會漏了一個失位 容易在那裡沒有了 在球一個頭的時候 他們兩個年輕力壯 在上半場通常這些問題 都不是很大 但一去到下半場的 六七十分鐘打後的時間 這些情況就很嚴重 還有就是 因為上半場 因為他現在踢的 就是踢4-3-3 其實基本上應該叫做 踢4-2-3-1 我覺得是4-3-2-1 不過踢4-3-2-1 不過無論如何 那個檢測已經是不重要 重點就是 他們很大的情況就是 那兩隻集一上去的時候 安利簡和佐敦希特辰 就要補替 結果中間斷的時候 就是要他們兩個回來幫忙回防 問題就是 我也很認同 我老友很早 幾場之前 剛好得到那場是講利己的 何先生 何先生說的東西 我們一早已經看得到和認同 就是 你三個進攻前鋒的時候 他之前那一場 那一場我忘記了是對什麼 他是 盧卡斯利華都出不及的時候 是出了一個更加 我忘記了 好像是古天奧 三個都是很進攻的 是的 一上球 全部那三個防守中場 就已經蓋上去 那球一打回頭 那兩隻集還沒走回頭的時候 他們那三個就狂走回來 因為他們一定會比那兩隻集快 因為那兩隻集落底線 他們回來回防就快一點了 但是問題是你能走多少段 一次兩次三次好嗎 下半場就開始幹 所以你見到利己很多時候 就算領先也好 去到七十多分鐘開始 怎麼會跌兩球給人的 出事 除非他是在輸球 輸球的體力就不覺的 而且別人被動 他主動就可能會不覺 但是反過來 你要他守 亦都將那一場球 即是駱惠智那一場球 我沒什麼要說 我覺得那一場球 就是大家的後防都是頑皮 都是亂 所以搞到這麼多球出來而已 所以是這麼厲害的東西而已 其實那一場球也很感謝駱惠智 搞了利己 令到打下去連星期三這一場都上頭了 這場球就變了 不是 那個士氣是差很遠的 因為那一場球 我這樣追回和之後 領先領先又被人追和 追和又這樣贏了 整隊球的士氣是好得不掉的 這也是在這場球的上半場 是很清楚地看得到的 但說真的 很不幸就是 他入了那球球 他入了那球球 我是看不到的 我是最後才看半場 因為我沒辦法 我當時是看Ling的 當時的Ling又死掉了 所以陷加了 所以看不到 看不到之後 我又要再看回的時候 已經去到半場了 但我經常覺得 我經常會比較一樣的 你雲高爾一直被人插到現在開行 高普這兩場球 最初一路來講 這一隊利物浦之前的都不穩定 肯去進攻進攻進攻 盡量用這個節奏 緊迫大範圍去想 不是好像雲高爾那些 戰術大師 記住好處 當朗尼沒有人標籤的球 就能入球了 我總是一件事 首先問題是 他這場球反而有改進 以及高普是深水很清 我記得費林根上一場 捉總盃 就開始復出 對聯賽比這場球 就打正選 我看到 如果費林根踢回那個位置 就是阿富二代 踢回那個位置 可能亦都會有Facts 我認為他是一個Facts 以及剛剛那場 對ASAS那場球 就是中共盃重賽場 給他一個叫做on pitch的訓練 那個狀態 是投得快很多 重點我覺得 我的解讀就是 他可能是Facts 就是剛剛復出 就是搶薑的眼星人 而且體力方面 沒有那麼消耗 他代替了佳尼 其實在踢的那邊來說 他的上落 可能是經驗也好 或者體力 因為 你也知道 投了那麼久回來 餓球等各樣東西 他是踢得很穩定 當然他到後面的時間 就換走了他 去到106分鐘 即加時那時候 才換走了他 但當時 換走他是希望想贏的 所以才換走他 我的印象 即是想再用一個 叫做再充沛的人 下去 做回這件事 他那時候 簡直是踢少後衛 他把安尼簡 放回去踢右閘 安尼簡有個好處 他踢幾個位置都可以 中堅 防守中場 踢左右閘 他都可以踢得到 我講得很簡單 只要安尼簡不參加進攻 李蜜桃的進攻 非常流暢 都可以這樣說 但唯一就是 這場球也是 在開球初段 你看到很多 很多流流 或者出現問題 都是在中場中 都是在他那裡發生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李記這對球 在高普帶領了之後 我發覺 第一次 他自己完場之後 做過訪問 高普說 他說對球好像還沒適應過 是要先做防守的 因為他踢球 他開球自己一按鍵 已經把那些人 看入起機 全部投那麼前 推到那麼前 壓那麼前 壓那麼前 壓那麼前去踢 踢完之後 其實整場球是跟人搏除的 他帶那麼多場 基本上都是搏足那麼多場 搏除的 這場球因為他優勢的問題 一開球他已經是有一個 未開球已經有一球的優勢 Pieter王說的那些 未開球也有優勢 在這樣的情況下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要去打防守 他有點不習慣 好 這次時間差不多 回來再說多一點 好 在這樣的情況下 網上說 香港快要落雪 我找過 仍然無一刻夠冷吧 我實際碰到的 動得比你多 天天得亮度 無焰溫真摺墮 難快看似風輕撫我 我不會穿雪漏 穿底腹架 背心都多 要是你想跟我 偷捱動 卻點火 全球人都不敢要問 我在乎 當天會穿得救魔 真得知我 在湖邊超鴨翼 而在乎 無先假意過 你知我非妄想 當真似 講笑話 全場大眾的體質 不不作魔 我是一個西伯利亞人 冬天的冠軍 枕會與那木堂 真熱蜜混綿 鬧 跟我無可能合襯 才顯出我身份 西伯利亞人 冬天激發抵抗力 能性受靈魂 在低昏 可以活的人 是我 你那會 望我 要是你想知我 種玫瑰 有幾次 隨時能出花 經散步 紀錄雪種的花 再講給你知 冰點低五十球 傷的奮念 仍盼代行 穩真動詞 最錯我想固執 我身上山銘事 誰能尿道 偉偉到寸猴耳 我是一個西伯利亞人 冬天的冠軍 真會與那木堂 真熱蜜混綿 鬧 跟我無可能合襯 才顯出我身份 西伯利亞人 冬天激發抵抗力 能性受靈魂 在低昏 可以活的人 像我 你那會 望我 像 看看你 比我中 折蜜 看看我 冷風中 好到寧次 十分 仍然無人 卓 一間 哇 總是一個西伯利亞人 冬天還誕生 天氣降到腐白接受命運牛刀 破氣場不停起山 龍夫難莫守陣西伯利亞人 都此不過死廢物能絕對靈魂 十字高達 伸直著風涼地雪 怕冬你 就 去睡